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观世音菩萨亲自 阳之净水观世音菩萨 所以你说有没有观世音菩萨 真的有 这是佛力的加持 当时就是美国的 因为当时台湾跟美国还有建交 所以美国有军队会保护台湾 那在天空当中是拍到黑白的照片 就是这张 那原版是黑白的 这个在台湾呢 不管是佛教 道教 或是一贯道 很多的佛堂都广为流通 早期 现在比较少看到 后来人呢 就依这个而把它画为彩色的 你可以看到 真正是奇隆观音 大悲观世音菩萨 千处祈求 千处献 苦海 常坐 渡人舟 所以师父现在讲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也听到 观音菩萨也可以看每一个众生的念头 怎么看呢 其实就像镜子反射一样 你动什么念头 观世音菩萨也知道 那有人会听到说 哎呀 我动什么都念头都知道 那我动好念头 观世音菩萨知道 那动坏念头 观世音菩萨知道 他知道 他说可怜的孩子啊 那你就继续去撞吧 对不对 当然我们教初学的佛弟子都要有恭敬心 对不对 比方说经典不可以放在厕所 经典不可以放在夫妇的房间 这是叫你培养恭敬心 那我反问你一句话 厕所里有没有观世音菩萨 各位想一想 有没有 有 你洗澡冲凉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也看得很清楚 但观音菩萨不会看太清楚的 因为他看你都像白骨头一样 是透明的 观世音菩萨自己很庄严 他知道一切都是空性的 他只是像妈妈一样照顾你 对不对 那请问你在生病的时候啊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救救我吧 给我一点鼓励 给我一点力量吧 那观音菩萨有没有听到呢 有 一定有的 所以其实对于佛法的信心要慢慢来 慢慢学习 可能有些人会有一些管印 有些人可能没有感应 没有关系 这说明佛法它修持 使你种这个因 绝对是会有那个果的 接下来再看 另外也有化成现代版的 这个龙就不太一样了 你看 本来的龙是这样 那龙 中国人喜欢龙 因为龙代表尊贵 其实龙是畜生到 但是龙呢 它的脾气是很不好的 它的福德很大 但是它是多为畜生到 那你会说 师父为什么观音菩萨骑龙呢 很简单说 有很多的解释 这个龙是观音菩萨调福的众生 他愿意再观音菩萨 请问观音菩萨真的要骑龙吗 不用啊 观音菩萨自己功德力很大 它有大宝莲花 观音菩萨也不用买票 对不对 也不用check in check out 一个念头就走了 那它干嘛要龙呢 对不对 这代表 这个龙曾经是观音菩萨 降伏的众生 为了做观音菩萨的做旗 而能够利益众生 所以有旗龙观音 那我知道海音谷是在背后 这个功德堂前面 也有一个木雕的旗龙观音 也是非常庄严的 接下来看 现代的十七世高猫霸 亲自为华人画的旗龙观音 它本身就是观音菩萨化身 这一世的干妈爸呢 非常的linquist 有多国语言 如果见过他的人呢 或是在电视台 或看过DVD的呢 观音菩萨的亲自的 因以 彼秋生得度者 既献彼秋生而为说法 所以 大伯母王本身就是观音菩萨的化身 好 我今天要教什么 请专心听 我们观想有很多力量 简单说有三个 有些人有听过 我就没有打换这片 第一个 佛力 The power of the Buddha 第二个 法力 The power of the Dharma 第三个 The power of yourself 自力 佛教讲一切缘起 它要三种力量合起来 它才会转动业力 举个例子 昨天跟前天 叫你心里这样想 想海印古寺的莲友 想佛堂里所有的莲友 再想 整个新加坡的莲友 再想整个地球的众生 这个是按照自力 The power of yourself 你自己去练习 我们本身有佛性 它就像一个钥匙一样 可以打开你的心 你得去练习 今天 那我们刚才送 华言经 南无华言会上佛菩萨 待会静坐完 我会讲 我们在中阴身的时候 怎么突破自己的障碍 待会我会讲 那是透过法力 华言经的功德力 第三个 现在开始 今天要教你的是 透过佛力 什么是佛力呢 想佛 你今天开始想 观世音菩萨 奇隆观音 当然你可能 有些人不习惯 想奇隆观音 没有关系 你也可以想 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 你也可以想 慈器的观世音菩萨 或准提菩萨 或是四壁的观世音菩萨 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没有差别 重点是什么 听考 你想佛跟菩萨 我们凡夫 常常的心呢 就像瀑布一样 我们都是想东 想西 对不对 那为什么现在 叫你想佛菩萨呢 因为佛菩萨 是证悟的圣者 对不对 各位 比如说我现在跟你讲 新加坡的赌场 casino 是吗 你现在脑筋想到了吗 三个神主牌位的样子 对不对 你们不是这样做吗 上面有一条船 对不对 对不对 你看 你现在讲的时候 师傅现在讲 你现在做的海音故事 你就 想起来 为什么 因为你脑筋里有图片 脑筋有颜色 所以观想就是这样 但是注意听 想新加坡的casino 三个神主牌位 不会有功德的 为什么 因为神主牌位 本身没有意识 没有意识就是 他就像桌子一样 像木头一样 像柱子一样 他没有意识 可是想佛跟菩萨 他是有意识的 他是想佛跟菩萨 是有功德的 举个例子 先不要讲佛菩萨 先讲你的妈妈 我爸爸 对不对 你想他 你会感恩他 为什么 他养你啊 照顾你啊 假如你想世间的老师 比如说教师节 我们都会说 老师 Thank you so much 对不对 这个就是 教师节快乐 Happy teacher's days 你为什么会感受 教师节快乐 因为你感受 老师曾经苦口婆心的 劝我 教我 不疲不疑 在我生命最脆弱的时候 鼓励我 所以你想老师的时候呢 有老师的功德 我也很想念我的老师 我从小学的老师 到现在我都有联络 国中的老师 对不对 后来读诗专的老师 后来呢 读了佛学院 研究所的老师 至于我国外的老师 一直到我大秤 金刚秤 所有教过的我的老师 我都会很想念他 为什么 感恩的功德 对不对 你想你老师的时候啊 你不会不亲近吧 对不对 所以同样的 以此类推 你想佛的时候 有佛的功德 那大秤的很多弟子 都不太习惯这样 因为你很少练习 你都是想什么 新加坡马票 乐透 四个号码 对不对 你都想我怎么赚钱 我怎么样去哪里玩 这个礼拜呢 放假我要去哪里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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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想的都是这个 不是不好 可是有些东西 你会觉得是亲近的 有些就是不亲近的 你想到呢 哎呀 我们人慢慢老 可是想到今年呢 所有的好朋友 跟我庆祝生日 你想到的时候呢 半夜也是会偷笑三下 才睡着的 对不对 可见 想可以让你产生喜悦 想可以让你产生力量 但是这个不叫胡思乱想 这是有方法的 按照佛经的 尤其在《观佛三昧海经》里面说 若有众生思维佛跟菩萨的功德 他就会升起功德 对不对 所以你要练习 好 我现在讲 一般人我们要念经 或念咒 或念佛号 都是这样 好 快点哦 快点哦 煮饭煮完 我要打金吗 我要念金 我要诵金 很匆忙的开始 然后呢 那么喝赖 当然都赖 也说不喝 说不喝 我念完了 你看 你从开始的时候 你的心很急 结果你念的时候呢 不管你念多少遍 你的心也很急 结束的时候也很急 所以注意听 你从头到尾 心都很急 所以这就是你 为什么不能成为圣人 为什么不能得到解脱 成为圣人 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其中有一个最微妙 最简单 最殊胜 可是很难让人家 相信的方法 就是什么 心把它放轻松 所以我希望各位 应该开始学 当你在念佛 或念经之前 先静坐一下 三五分钟 把心静下来 静下来以后 你的心宁静的话 待会你念普门品 或是你念心经 或者你念普贤行愿品 你念力 功德力是比别人大 所以念出来的效果是不同的 我知道我这个法会结束以后 很多道场就都开始有清明法会 很好 这是华人很有福报的 为自己 为家人 为祖先 乃至日本的大地震 海啸 为全世界的众生 你都诵经很好 但是不要那么急 慢慢念 清楚比较重要 有人就要拼哦 我这辈子 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今天从早到晚要念 一百零遍大悲神咒 很好 你发了这个愿 师父很赞叹 但是我看到你的心 还是那么乱 对不对 心不要绷得那么紧 这是第一个 慢慢念 第二个 要加上观想 比如你念 你念大悲神咒的时候 你就观想 观世音菩萨就站在虚空里 我们从来都很少人想 老实说 大乘法师里面很少教你们 为什么 因为这观想的传承断了很久 佛讲观想是很重要的 大乘也有叫观佛三昧海经 各位有兴趣吗 可以大乡经去看 很少人讲这部经 不过我不要乱答应 不然我这辈子活太久 我走不了了 我将来我也在整理这部经 师父也读 因为里面是教 莫里佛就有教你怎么观佛像 你观的时候不要太用力 举个例子 你现在想你的妈妈 不管她在世跟不在世 比如说你看 我现在跟你讲话 我脑筋就想到 我台湾的妈妈 那怎么会知道呢 因为她从小照顾我 她脸是长得怎么样 她平常穿什么衣服 对不对 她讲话的声音 对不对 她跟我讲过什么鼓励的话 我永远记得 所以虽然我出家了 但是我很感恩我的父母 尤其是我的母亲 从小把我教育得很好 我是有点怕我爸爸 因为我爸爸是军训教官 很会打我们 很会骂我们 但是那个时候很恨他 这时候老实讲 我学了佛以后很感谢他 感谢什么呢 因为他管我们很严 所以我们家品德都很好 对不对 假如我们没有很好的品德 那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啊 坏的事情也会发生啊 所以当你想妈妈的时候 你就感觉 妈妈就在你眼前 待会儿你想观世音菩萨 也是这样 就觉得大悲观世音菩萨 你大慈大悲啊 就像一切众生的母亲 那因为要扩展你的心量 注意听不要观想着小小尊的 这样子 因为你这样小小尊的 你不太会产生力量 我的经验是要观想大一点 两三层楼这么高 但也不要太高 超过三层楼你会观世音菩萨 然后就看 观世音菩萨你到底没看到我 你就会怀疑 大概观两三层楼这么高 大悲观世音菩萨 你要观白色的也可以 白衣大士 也可以观金色的 也可以观啊 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 都好 就观想 然后观想 观世音菩萨像什么 像太阳光一样 各位早上有个看起来 太阳 太阳那样照着你 你觉得很舒服 然后很祥和 就这样子想 就可以了 了解吗 好 背一点直 身体放松 眼睛不要闭 当然在这里有些人会说 南传法师教你闭眼睛 没有错 可是在大秤跟金刚秤里面 你不要闭眼睛 闭眼睛容易睡着 但是也不要有用力 嗯 观音菩萨 你有看到我吗 我在看你呢 观音菩萨的眼睛 没有这么大的 观音菩萨是 此眼视众生的 任何佛菩萨 他的眼睛都是开一半的 所以这样你就不会有压力 然后好 现在背挺直 身体放松 你喜欢观想 奇隆观音也可以 你喜欢观想 你家里的观世音菩萨 任何观音菩萨的形象都可以 但是有几个重点 第一观想 它就在你面前 第二观想 它像两三层楼 那么高 第三 它的身体是透明的 像彩虹一般 再讲一遍 它身体是透明的 像彩虹一般 这样你观想 才会跟空性相应 好 观想只是训练你的心 所以你不要期望说 待会观音菩萨会是不是真的出现 你不要想这么多 你就把心定下来 接下来观想 观世音菩萨像太阳一样 照着海印古寺所有的佛堂 照着新加坡全部的众生 照着整个地球所有的众生 照着近虚空遍法界的众生 这是佛力的观想 请静坐几分钟 好 结束了 轻轻的眼睛 轻轻的扎一扎 手不用动 轻轻的动一动 也不用开灯 好 我继续讲 请看幻灯片 先不用开灯 好 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力 遍满法界 好 现在我讲 刚才讲福力 对不对 前几天我教你 用自己的心去想 这是自力 好 接下来我讲法的功德 有些灵友曾经问我说 师父 假如那些像植物人 或是躺在病床上很久很久 走也走不了 又很痛苦的人 或是有时候我们去帮人家助念 然后结果他昏迷了 那请问这样的众生 他在这个断气的时候 在进入下一生的这个过程当中 那怎么办呢 有没有什么方法帮他 有 要靠自己的力量 也要靠别人的力量 这自己的力量跟别人的力量都有用 举个例子 我们一般都为王者帮他诵经 做法会 然后拜餐 这些都有力量 点灯 供养三宝 做慈善事业 做教育基金 或医疗布施 这些发愿回向都有帮他功德 现在注意听 讲你自己 假如你现在断气了 结果呢 你会发现过了八个小时以后 哎呀身体就分开了 分开了以后呢 然后你就看到你自己在房间里游荡 哎呀怎么这么多人都在哭啊 原来一看 哎呦糟糕 我的尸体躺在那里 可是你想要跟家人讲话 他们听不到你的声音 因为你跟他已经是不同空间了 然后你刚开始呢 就会在家里这样晃啊晃啊晃 晃了以后你会发觉呢 你就会想出去 咻就飞出去了 可是呢 飞出去当中呢 以大乘佛法跟地藏经的这个过程解释呢 是人每隔七天 你的神事就会好像睡醒的感觉 又睡着的感觉 所以在第七天 以大乘的经论跟地藏法门 跟很多的大乘经的利益众生的角度来讲 我们就会做七 这是真的 这是存在的 对不对 你看基督教天主教就不用做七嘛 对不对 祷告王 愿上帝保佑你平安 回到天堂 就下葬了 他们不用做七的 但佛教的理论不同 是因为在七天当中 你的神事会变化 当然有些人三天或七天就投胎了 有些人会经过第二个七天 有些人过第三个七天 最慢最慢 四十九天以后 你的自己或家人都会投胎 现在师父要讲一个很重要的要重点 假如你现在断气了 结果呢 你想要去极乐世界 可是阿弥陀佛还没现前 怎么办 假如你现在去要师佛净土 我现在要去要师佛 要师如来 要师如来 我真的很想去 我已经断气了 可是要师佛还没有出现 怎么办 这时候你就好像卡在两个柱子的中间 你已经断气了 你的身心已经分离了 你的家人也开始当你榜山藏仪式 你的神是已经离开了 可是你没办法跟他沟通 只有一个方法可以沟通 托梦 托梦 因为梦是活的人跟死的人之间的桥梁 也是圣人跟凡夫之间的桥梁 所以有很多家人会托梦 那现在问你 假如你就好像在两个柱子中间一样 这个时候 比如说你已经断气了 你的身体已经开始冷透了 然后呢 你又还没有见到净土 那表示你的夜是不稳定的 这个时候怎么办 请你背 九十八页到九十九页 这一段华言精经文 就是刚才我们念的 南无华言会上佛菩萨 所有十方世界中 三世一切人师子 师父只要你背这两页 因为你不可能背 整本普贤行愿品的 当然你若能够背 整本普贤行愿品更好 为什么 第一个 法的功德力 当你一念南无华言会上佛菩萨的时候呢 华言还会佛菩萨就放光加持你了 那时候呢 有一点像什么 我举个例子好不好 举例啦 比如说各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三温暖 有些有去过SPA三温暖 我想健康的 不是不健康的 脑筋正常一点 不要乱乱想 在健康的三温暖你泡进去的时候 对不对 你就出汗 流汗 可是现在假如 你已经觉得很热很热了 突然想出去 你就一推门 哎呀糟糕了 这个门现在被锁住了 或这个锁头打不开 那时候你就会很紧张 对不对 很热啊 我想出去啊 出不去啊 其实夜历就像这样 把你关起来 就好像有些年轻 young generation你喜欢去夜店 对不对 跳舞 disco 师傅是没去过啦 我的朋友跟我说的 给我看照片 对不对 你看一个旋转舞厅 然后呢 灯光很暗 然后音乐就这样跳 这样跳 很爽对不对 一直跳 然后突然停电了 哎呀糟糕 出不去了 因为呢 门是电动门 停电了 结果呢 门打不开 这时候你就会很慌张 夜历被卡住的时候 就像这样两种情况 对吗 用这样的情况 你比较容易 这时候你撞都没有用 这时候什么 你要透过念佛 念咒 或是念经 这三个最最好的力量 透过法的力量 这个门才会破掉 像炸弹一样 砰的一声 裂掉 各位有没有看过电影 电影有很多 那个叫做 action movie 玻璃 一刹那之间破掉 就像那样一样 也就是说 你的夜啊 被关注的时候 你就 这时候你已经没有身体了 你去观想 我的脚盘起来吧 你身心会很柔软 就想 诸佛菩萨 师父说过 我动什么念头 你都听得到 我现在向你提醒 你就念 南无华言会上佛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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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 那这时候的声音呢 虽然只有你一个人念 但是会像山谷里面回响一样 声音非常的清楚 新加坡没有山 很难比喻 只有 猫菩萨 对不对 heal 如果你去马来西亚 或你到其他国家 你对着山行 哦 你就会听到山 跟你讲 哦 回音 那个时候就像这样 你会念 然后念 所有十方世界中 三世一切人师子 我已清净生语 以一切片里 尽无余 一直念 念三遍 七遍 十遍 二十一遍 那时候一直念 你不会累 因为你那时候没有身体 可是你专注一直念的话 听好 只要你一肯念 南无华言会上的文书普贤 释迦牟尼佛就放光就照着你 同时西方 莲池海会的佛菩萨 也会放光照着你 就好像什么 两个电压这样加 然后你就一直念 念到你业力尽的时候 听好 你的那个业啊 刚才讲 SPA 或是那个业垫 对不对 突然呢 就好像什么呢 透明的一样 就融化了 极乐世界 就现前了 这是很重要的 其实老师说 这个不应该公开教你们的 但是我觉得 这是太重要的 这是我一生 学到大乘佛法 净土当中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可是我觉得 不教你们很可惜 因为我希望 所有的众生 都能够去 净佛国土 同样的 假如你要去 药师净土 也是可以这样念 念华言经 也可以去药师净土 假如你心里想 哎呀 我还是比较喜欢 米勒菩萨 肚子大大 嘴大大 对不对 欢喜佛嘛 对不对 你们现在新加坡 都把米勒菩萨 当什么 财神爷呀 吉来呀 吉来呀 那也很好 其实米勒菩萨 本身福报 真的就很大 但是在这里 多说几句 不是米勒菩萨 放在那里 钱就会来的 不 你要对米勒菩萨 有恭敬心 你起码要供一杯水 或供个花 或供个香 每一天换 不然米勒菩萨 放在那里 它只是石头而已 你的心 对它升起恭敬心 它才会产生力量 那米勒菩萨的福报 是很大 叫慈心三昧 米勒菩萨 也是下一尊佛 对不对 一身补处的佛 对不对 米勒菩萨的下一个 受祭者 就是谁呢 就是第六尊佛 狮子吼佛 就是现在的噶玛巴 它会呢 一直 生生世世轮回 转世度众生 到米勒菩萨出世的时候 它也会是 它旁边的大弟子 所以米勒菩萨 会亲自为噶玛巴授祭 而成为下一尊 贤结第六尊佛 叫狮子吼佛 好 那现在讲回重点 就是 你的业力被包住的时候 你必须仰仰 法的功德力 那你说师父 你讲得很精彩 那我不念这个 我念大悲咒吗 可以吗 可以 但是你要背得起来 所以我今天有一个要求 你要把九十八页到九十九页 能够背起来 我们讲经 要讲的东西很多 我带你们共修 其实念一遍 其实你们应该念三遍 五遍 七遍 或十遍 越多越好 至少念三遍以上 总可以了吧 这是全部大方广佛华言经的精华 它的功德力 是整部大方广佛华言经都有 希望各位要开始背起来 走路的时候你可以练习 所有十方世界中 三世一切人师子 我已清净生语 以一切片里尽无余 普贤行愿微成立 普贤一切如来前 很好背 其他在不同的道场奖金的时候 我也加了汉语拼音版 所以希望你背起来 背的时候很清楚 不要急 我刚才说慢慢念 慢慢念 然后念的时候想一下 华言海会佛菩萨 或是你专心想 大悲观世音菩萨 或念想 普贤菩萨 或念文书实力菩萨 都好 今天大家入场的时候 我也放了额眉山的短片给你看 明天是最后一天 我还会再放一次 五台山的短片给各位看 所以你要常常想 佛菩萨 想佛菩萨就有佛菩萨的功德 所以希望各位 这是让你了生脱死的 成佛之良 这两页要给我背起来 真的很重要 你断气的时候 你是没有精本的 而且断气的时候 你看 你所有的眼耳鼻舌生意的 器官功能是停止的 那时候只能靠你的心念 所以你的心的烈量 要平常训练 对不对 你总不会在那边躺着 然后大家帮你祝宴 突然起来 拿一本普贤心愿品给我 那你会吓死很多人的 是不是 不可能吧 对不对 所以你要背起来 假如你能够背 大悲神咒 我能够背心经也好 可是呢 大悲神咒 师父要提醒你 人在宁静的心的时候可以 可是在苦难跟病痛的时候 有些人会念不出来 说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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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见了 知道吗 所以希望你念 普贤心愿品 那有华言会上 佛菩萨的加持 也会有 莲池海会 佛菩萨的加持 那这样加持以后 你要去哪个净土都可以 你想见 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也会出现 你想见 弥勒菩萨 也可以见 弥勒菩萨 念华言经 也可以求生 东方药师净土 当然也可以去 极乐净土 这是今天 这次讲座 我想 因缘道 成熟了 所以我愿意教你 所以你希望把它背起来 不要急 慢慢每一个字 念得清楚 所以希望各位领友 平常可以念七遍 十遍 或二十一遍 都可以 一直重复念 就像心经一样 我昨天带你念心经 心经的功德力也是很大的 好 请看 请开灯 谢谢 现在请看今天的经文 请各位翻开 一百一十一页 一百一十一页 第六行 好 请看经文 一百四十颂 于彼十方界 若佛得菩提 而不演说法 我请转法轮 请看幻灯片 注解 这就是 普贤十大院的 第六院 请转法轮院 很抱歉 我这十大院 我只能简单的讲 将来有机会 或是你可以上网 商业经测的网站 download我讲过的DVD 这次呢 我去JB 新山 柔佛的佛学会 我也会正式 重新开始讲 普贤十大院 各位到时候 都会有看到DVD 不要急 普贤十大院 真的很重要 我会发愿一直讲 讲到我这一身断气 来生成愿再来 我第一步 还是讲普贤十大院 跟入菩萨行论 这些论都是很重要的 请看经文 所以我在这边 只能详细的 简单介绍 请看 昨天讲了 忏悔业障院 忏悔业障是什么呢 对峙我们的邪见 跟愚痴 因为你常常忏悔业障 你才会获得正知正见 而这真知正见 要从哪里来 要从听闻佛法 所以情转法轮的目的 是要对峙我们 棒法跟愚痴的毛病 你只有多生多节的 在很多佛跟菩萨 坐下 很认真的学习佛法 你才会解除你的疑惑 得到多闻的 这个殊胜的果报 当然所谓文法 在家居士 先听如理如法的 三宝弟子说法 在家跟出家 只要受了菩萨界 也能够讲经红法 多年前我当小学老师的时候 我也听过 惠律法师红法 他也是很了不起 佛门的变才无碍的法师 我也非常赞叹他 东南亚华人 有很多很多的法师都在红法 所以我坐在家居士的时候 我也是听出家师父红法 慢慢慢慢学以后 跟着我师父以后 我也学红法 到现在 我有大称 也有金刚称 很多的老师 也为我说佛法 甚至我也会参加短期的闭关 接受他们的教法 所以我也在不断地学习 当你的愿力 你的因缘功德 具足的时候 你一样也可以像师父一样 坐在法座上说法 可是坐在法座上说法的时候 要小心 所想的都要有经论根据 否则 弘扬佛法利益众生 功德是很大 如果你讲错的话 其实也是会有因果的 请看经文 若佛世尊 满足大愿 于菩提树下 证悟无上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正觉的时候 其实他是少欲静住的 佛的心非常的清静 安静 宁静而住 夜赌明心 可是事实上 他不畏世间转于法轮 为什么 因为他觉悟甚深的佛法 太深太深了 其实老师说 佛刚刚开始在菩提树下成佛的时候 他是不想说法的 你知道吗 接下来再看经文 待会我会给你看图片 而我 这里的讲我 是讲大菩萨 大方天王或第四天 或我这个在家的出家的佛弟子 遇到真正佛出世的时候 我们应该欠请佛陀 彼佛世尊 转佛大法轮 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为什么呢 因为众生很苦 众生听不到佛法 他找不到究竟的安乐 所以要让很多人都得到安乐 请佛怜悯世间 因此为了利益大众 而讲经说法 所以听好 所以讲经说法 请法的人功德很大 讲法的人功德有多大 请法的人功德是一样大 可是现在人讲经说法 老实说 并不是为了利益很多众生 也不是为了安利很多众生 有些道场的请法师讲经 只是想抬高他的名声而已 打广告而已 希望信徒多一点 甚至有些希望红包多一点而已 可是我觉得这些 都是不了解真正佛法的道理 讲佛法 佛在世的时候 在家出家他都度 有钱人跟没有钱人 佛都度 为什么 佛目的就是希望你出轮回 佛不但度天上的人 还可以度人间的人 佛还可以度幽民界众生 简单的讲 佛九法界所有的众生 连大菩萨都会来请佛说法 请看幻灯片 这是西藏 我在 到了 加德满都 雪千寺的壁画里面 拍到的 你看 佛讲经说法 右边 对不对 跟左边 一个是地识天 一个是大凡天王 一个拿什么 白色的法罗 一个拿法轮来供养佛陀 请求佛陀讲经说法 旁边呢 你看 有很多很多的 无量无边的天人大众 有身文成的人 有一般的人 你看 也有后面的菩萨 是无量无边的 真正佛讲经说法 是非常非常壮观的 也就是说 为什么呢 因为佛啊 他知道 我体悟的佛法 太深太深了 我讲了 人家都不会相信的 举一个例子 假如你现在读了 哈佛 博士班 PhD毕业了 毕业以后请问 小学生 你跟他讲 他一定的懂吗 不太容易 对不对 你一定要把善巧方便 你的博士论文浓缩 便小朋友听得懂 为他讲 再举一个例子 就像小朋友问 爸爸妈妈 我们地球像什么 假如小朋友问你呢 你就说 地球哦 就像你每天打的 那个basketball 地球就是圆圆的 他说 我们地球是圆圆的 OK 咚咚咚 他又跑出去了 你看 小朋友问你的时候 你有没有答错 没有 你只是要给他一个概念 地球是圆的 好 假如你的小朋友 慢慢长大了 到国中 国一 国二 国三的 那问 爸爸妈妈 请问地球长得怎么样啊 那你说 来来来来 我带你 我带你去 新加坡也有书店 就买地球仪给他看 哦 你看 地球有五大部州 有南美洲 有亚洲 有欧洲 你看这样绕一圈 你知道你住哪里吗 最小最小一点 新加坡 哦 原来我住在这里 新加坡这么小 可是这么有名 那时候呢 他知道地球是什么 圆圆的之外 他还有加上五大部州的概念 好 假如现在有个大学生 我博士班 教授 请问地球像什么 哇 那可能要带你去天文台了 天文看什么 有大气层 有银河系 我们有九大行星 我们住在地球 有臭氧城 有海水 有地壳 还有地心 还有很多很多的专用名词 连我也不知道 对不对 因为我不是学那个 我基本的知识我知道 对不对 那你看呢 大学生你要这样教他 他知道原来有地心 有地心引力 可是你不会对小朋友讲地心引力的 他听不懂的 听不懂 但并不是不重要 而是这个时候不适合他 好 同样的 请看幻灯片 佛为众生说法也是这样 不是一开始就讲六度波罗蜜的 佛会有神通 看他过去现在未来因缘 假如这个人 连都不懂得孝顺爸爸妈妈 佛就跟他讲 修行先要孝顺爸爸妈妈 讲仁天秤的教法 假如这个人过去呢 就在前一尊佛 听过四圣地跟十二因缘 佛就会放光 为他再讲一遍 四圣地跟十二因缘 假如这个人在过去佛 就已经发了菩提心 受了菩萨界 还读过《大方广佛华言经》 普贤行愿品 佛就会为你讲普贤十大愿 了解吗 所以我昨天不是讲一个例子吗 对不对 有个法有个居士 对不对 他遇到了障碍 对不对 结果做梦 梦到释迦牟尼佛先生 释迦牟尼佛叫他修金刚经 为什么 因为他多生多劫 都是修金刚经为主的 所以因此才会有分南传 北传跟藏传佛教 这三个都是佛的教法 就像我刚才比喻讲 小朋友问你地球是什么 不同的年龄层你回答答案 是不一样的 可是这三个答案是不充足的 它是越来越深 越来越深的 我讲这个目的 因为后面告诉你 不可以乱诽谤佛所说的教法 再看一次幻灯片 佛为多少的无量无边的天人 大菩萨 人间的人 所有讲经说法 所以佛不是指助人 佛讲的佛法当然就很深 佛法它有次第的 广大无边浩瀚如海 所以不要因为你听不懂 就觉得放弃 不过也不要因为听不懂 你就毁谤说 这个不是佛经 不要这样子 因为佛来这个人间 它是为无量无边的众生说法的 了解吗 这叫做转大法轮 那佛要入灭的话 当然我们要请佛注释 再看141颂 请看经文 现在十方界 所有诸正觉 若遇舍命行 鼎礼 劝请住 请看幻灯片 这是第七 请佛注释院 为什么要请佛注释呢 因为佛是你最好的善知识 若佛灭度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 有人指引你啊 若没有佛的话呢 你就会走错路啊 所以请佛注释 也是对之于 我们有愚痴的反导 然后希望你在修行上 不要走错路 那因为你请佛注释 你又跟佛学 所以得到 福慧双征的殊胜的利益 好 现在有个问题来了 很多人若没有老师教 他就会走错路 请看经文 若佛世尊世间无碍 在于十方正菩提时 他会转大法轮 安住正法 教化众生 甚至成立僧团 他应该得度的呢 他都已经尽量度 当他跟他有缘的众生度完的时候呢 他就会舍命而离开这个世间 这个时候 我作为佛弟子 应当顶礼 请佛跟世尊 要多住在世间久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他假如世间住得久一点 他利益的人就更多 得到安乐的人就会更多 所以请佛你要怜悯世间的众生 因为若你入灭的时候呢 就像黑暗当中消失了灯塔 那为了利益天人大众 所以叫做请佛住世院 那现在请看幻灯片 来 中国的广京老和尚 这是很了不起的 不过很可惜的是 我这辈子没有见过广京老和尚 因为他入灭以后呢 我才学佛的 但是我听过他很多了不起的开示 还有跟他修行很多的弟子 乃至于他很多很多呢 修禅尽双修的很多的弟子 像传自辈的弟子都在台湾 都是住持一方的住持 而且度了很多很多的众生 我还亲自看过广京老和尚 火化的舍利子像珍珠一般 然后我顶礼 真的我很欢喜 甚至我也听到很多 是广京老和尚的弟子 来跟我分享说 他很认真哦 念佛啊或诵经 他家的深珠的舍利子呢 越来越大颗 一颗变两颗 两颗变越来越多颗 好那我现在讲广京老和尚讲什么呢 请佛注释 我讲两个故事好了 我现在想讲 第一个故事是呢 广京老和尚在世的时候 当然他先修禅 但是他也修净土 但是他说因为念佛的功德力 让他禅定力更深 所以他在中国 台湾佛教史上是禅尽双修 但是他很慈悲 他老人家是讲福州话 潮州话 他看到人呢 来呦来呦去吃饭 吃饭 喝米豆腐 就是这样 然后呢他有神通 真的是有神通 那当他呢 越来越老的时候呢 他就想入灭了 他觉得他老了 可是当他的弟子旁边 一听到师父要走啊 大家很紧张 就起来顶礼加伤 叔父啊叔父啊 我们众生啊 真可怜啊 我们众生真的很可怜啊 你老人家虽然也很可怜 可是你老人家是修行人啊 你就慈悲啊 就好像照顾孙子一样啊 你就不要走吧 求他 广京老儿上 别说话 去吃饭 吃八点 喝米豆腐 第二天呢 徒弟要排一排 叔父啊 你别走啦 你别走啊 你走了以后 我们跟谁学呢 对不对 现在世界这么混乱 灾难这么多 甚至是很难遇啊 怎么办 广京老儿想一想 好啦 别说话 去吃饭吃八点 喝米豆腐 然后就去了 到了第三天 他们还是不喜心 全部都在家出家 披着袈裟 跪着师父说 师父啊 你不能走啊 你走的话 我们就不站起来了 然后师父说 说真的喔 噢 他说你们真的要我住吗 我住在这里做什么呢 他说师父你住在这里 我们也心安啊 我看到你我就很欢喜啊 看到你修行 我就觉得呢 对佛法很有信心啊 你是一个活生生的典范啊 后来呢 的确广京老儿上 这样给他求了以后 他答应了 好 我再住三年 可是呢 我现在想传菩萨界 因为要让正法注释 界定会很重要 那他本身也有菩萨界 然后呢他就传界 所以那一年呢 听说我的师兄当家师 就是参加他一生 最后一次的传界 那次传界呢 有三千人到五千人 因为佛教界都知道 广京老和尚传完界 三年就走了 那一年呢 都是挤爆了 所有的人去参加 他就苦口婆心说 在家出家要守戒律 要修禅定 要深入精湛 在家出家 要护持正法 他讲了很多很多的开示 所以有一个 广清老和尚开示录 他讲完以后呢 讲完以后呢 去吃饭 又念阿弥陀佛 他看到任何人都念阿弥陀佛 对不对 当然他也会看到 有些众生苦难 他叫他念观世音菩萨 真的他很了不起 后来各位也知道 他的故事 所以呢 当他火化的时候 对不对 他抬轿子起来了 虚空出现大宝莲花 他烧出来的摄粒子 是很多很多的 然后呢 我台有听到一个故事 就是说 有些他的弟子 因为师父火化 烧摄粒子啊 当然阿 僧众会保留嘛 那有一个人 我记得是 他亲自讲过给我的故事 说 他也是广清老和尚弟子 可是老和尚火化的时候呢 他来的是 从国外赶回来 他很想念老和尚 因为老和尚他在学佛法 所以他很想念老和尚 结果呢 大家在火化 剪蛊子都 剪蛇粒子都 他没有分到 他就在师父面前 叔父啊 叔父啊 你也很没厉害 人都有下离祖 我都没 对不对 叔父你也要让我老一下 就这样 然后他就这样拜 拜 就对老和尚 他的蛇粒塔 鼎礼啊 佛像鼎礼 就这样一打开 一打开 哇 两个手掌 两颗色粒子 这就是广清老和尚的神通感应力 所以 善知识住在世间 佛教有一句话 越老越是饱 为什么老是饱呢 一 你有戒德 第二 你要很健康 一般世间人呢 越老越是流口水 越老越是头脑不太清楚 脆脆念 可是真正修行的人 越老越是饱 还有 越老呢 他的寿命长 他可以利益的众生越广 可是很不幸的呢 佛陀本来是可以活到一百岁 佛陀说 他视线视线呢 入八十岁入涅槃 所以中国有很多的高僧 也是八十岁入涅槃 比方说 印光大师 也是八十岁入涅槃 那 黄念的老居士 也是八十岁入涅槃 一般呢 人活到八十岁都已经很长寿的 当然也有活到超过八十位以上的 想参功老和尚 听说也活到八十九岁还是九十岁 他活的寿命很长 所以假如这个长老能够注视在世间 我们要珍惜 不要等到他走的时候呢 你才想念他 走了就走了 对不对 可是有些善知识呢 你若知道他 说他要去 入灭的话 假如他是真正善知识 各位不要忘了 赶快起来 要拜着 舒呼啊 你可怜我们众生 善知识难遇 任何南传北传藏传的善知识 我说是真的善知识 如理如法 你都应该请他注视 为什么 他注视以后 他就像一个灯塔一样 骗照三千大千世界 他的寿命长的话 就可以度到很多很多人 这样很可惜 我就没有见到广泉老和尚 可是我对他很赞叹 对不对 可是像民国时代 虚赢老和尚呢 他呢 就活到一百二十岁 对不对 那他是成定的功德力 等一下我有虚赢老和尚照片 我有准备 你看 虚赢老和尚 非常了不起 一百二十岁 佛陀在世的十大弟子里面 寿命最长的是阿南君者 为了处持正法 阿南君者 师父查过 他也是一百二十岁 中国人能够超过一百岁的很不容易 接下来你看 虚赢老和尚 烧出来的摄子一只 水晶透明一般 虽然这些像是虚妄 可是他证明什么 佛法的修行 只要你用功 这些都不会假的 我还要再讲一个故事 讲广青老和尚 广青老和尚在世的时候 是真的有神通的 因为他往生了 所以我可以讲 那举个例子 以前呢 广青老和尚在世的时候 有个大专的女生 她跟广青老和尚学佛 她一看到广青老和尚就很欢喜 然后广青老和尚说 你来吃菜念佛好不好 你来做我的地主好不好 你来吃灾念佛学佛好吗 那个呢 大专女生呢 很高兴喔 她大专生看到广青老和尚就很喜欢 然后呢 就参加念佛会 寒暑假一放假呢 就来寺庙里帮忙 做义工 所以做在家的敬人 她就一直看到广青老和尚 她就很欢喜 跟老和尚有缘 结果呢 她有一天突然想跟说 师父我跟你出家好不好 不好 师父说不好 你在家修吧 就走了 她想奇怪 师父很慈悲啊 师父看到人都会鼓励啊 有些出家 有些人就修行啊 有人在家居士啊 师父非常慈悲 可是那天师父就很凶 说不好 你在家修吧 你就在家好好修 你这辈子不要打妄想出家 她说师父我对你这么好 这么虔诚 我跟你出家好 她说不好就是不好 你听不懂吗 回家了 她就有点失望 她想说奇怪 我跟师父呢 很多很多年啊 师父怎么突然对我这样 当然凡夫嘛 有点疑惑 那因为这位联友呢 在对广青老和尚 旁边的侍者 有传自卑的 不管是男众 跟女众啊 对师父的旁边的大弟子啊 他都很有缘 也很恭敬 他就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去问一问 师父为什么不让我出家啊 他说 有个女众的大弟子呢 就帮他问 师父啊 师父啊 喝茶啊 你喝茶啊 你今天会开心吗 广青老和尚 说 你要说啥 她说 师父啊 这个茶子很好 要自己出家 你怎么不收呢 就说 你为什么不收呢 她说 不用说不用说 喝茶喝茶 喝啊喝 喝完 她就走了 他们就觉得很奇怪 她一直无法解释 说 为什么师父平常鼓励 师父自己也出家吗 也说出家功德很大 在家出家都要住持政法 一个这么虔诚跟她呢 十几年喔 从大专生 都单身 没有结婚的女生 一直跟她想出家 她就是不肯 后来呢 那个弟子又在第二天 过了两三天 师父 怕她喝茶 又吃 两个蛋糕 不是 或者 就是像点心这样 因为广街老和尚本身没有吃蛋 她就是像那个点心一样 师父 你吃喔 你吃好不好 吃完吃完 你要说啥 她又在讲 师父 不用说了啦 喝茶啦 喝茶 她又走了 那那个徒弟真的是摸了一头雾水 到底师父要讲什么呢 很有趣 注意听后面的 最后一天那个徒弟真的不死心 因为他觉得这个女众喔 真的很友善根 若出家的话 所以很好的一个比丘尼呀 才对呀 对不对 而且早期广青老和尚的寺庙 是男众跟女众住在一起 后来她分开了 男众的住北边 成天禅室 高雄庙通寺是做女众 以戒律男女众分开 好 这是题外话 重点是呢 后来呢 有一天晚上 她家都回去了 她又跑到师父的房间 敲敲门 师父你去哪里 你要喝茶吗 师父说 你进来吧 然后她就讲 师父我跪着求你 佛教人才很少啊 你为什么不让那个女居士出家 师父就说 你要听真话吗 当然了 我告诉你 她不要出家吧 她出家以后会破戒 因为她出家跟我们寺庙里面的一个男众法师 过去是夫妇 她说一出家 两个都会破戒 两个都堕地狱啊 她吓了一跳 哎呀 广京老和尚太慈悲了 因为她过去夫妻的染源 她现在还没有发生 可是她知道说 剃度在这个僧团里面呢 她将来呢 两个都会破戒 破了戒 两个都会堕地狱 所以后来从此她就不再问了 这是以后 她往生以后才讲出这个故事 后来呢 那个女生呢 她就求她 她说你要出家可以 不要在我这里出家 到别的地方去出家 而且叫她念观世音菩萨 你这辈子还好 后来那位女知识有没有出家 我不知道 不过我说这个故事是告诉你 请佛注释善知识 真正有修持的大德啊 过去 现在 未来 她都知道的 她都不会讲的 我们凡夫一定无法理解 就是出家是应该很好的事啊 可是她就知道说 这个里面呢 跟一个比丘呢 过去她是多生多解释夫妇 将来她们会破戒的 所以在台湾不太鼓励夫妇 在同一个庙里面同时剃度 这样不太好 好 请看下面的经文 142 他说 若有众生从自己的身口意 所生起不失持戒六度的福德 以及思维修行的功德 这都很重要 接下来再看 143 圣人及凡夫 过献未来世 所有积聚福 我皆生随喜 请看幻灯片 这一个是普贤十大愿的第六愿 第五愿 随喜功德愿 随喜功德愿很重要 请做五个星星 目的要对峙 目的要对峙你忌妒的心 我们凡夫很会忌妒别人 因为你要修随喜心 这样子你才会灭除你忌妒的烦恼 因为你忌妒心少 所以你人缘才会好 你的眷属才会圆满 特别注意这里 圣人也有功德 凡夫也有功德 不管是过去 现在未来所积的功德 我都应该生随喜 这一点很难 为什么呢 因为连友跟连友之间 都会比较 没有学佛的人也是比 你的老公很有钱 我的老公没有钱 你的孩子考上 新加坡国立大学 我的孩子就这样 其实人都喜欢比 我曾经说过 不要跟别人比 人比人 比上不足 你们都会讲 可是你们还在比 注意 比是分别心很难调伏 反过来 自己跟自己比 比方说想佛 学一学想一想 学佛三年前跟我学佛现在 我脾气有没有好一点 学佛两年前我很懈怠 现在我没有精进一点 你这样比就有意义 我们现在还没有争到空性 先不要讲到那样的境界 所以说比是你的习性 人都会比 而且现在的教育都叫你比 小朋友也比 新加坡考试也比 英文也比 很痛苦的 为什么每个人都要当第一名呢 那请问当第二名有什么不好呢 对不对 而且第一名是比出来的 同班一曲比 你没有说吗 一山比有一山高 不好意思 我讲我自己丑豆的例子 我从小也读书很厉害 我很聪明的 我小时候都觉得我全校是最聪明的 对呀 我真的很厉害 到了国中以后 发觉还有人比我更聪明 真的 没有错 后来我读了诗传 我考进去 虽然我是全班 十个学生第一名毕业 但我全校第三名 等我出了家 我也觉得我很聪明 师父也很认真很聪明 我没有看起来那种 阿哒阿哒的样子 对不对 可是当我出国留学的时候 我才知道 全世界有很多很多 比我还聪明的 真的 一山比一山高 对不对 所以重点 不要跟别人比 你要有知足的心 你可以自己跟自己比 好 现在有个烦恼来了 就是我们看不得人家比我们好 有时候师父会说 哎呀那个脸也好发心 有什么发心 有钱我也发心 哎呦 怎么讲这样的话 哎呦那个闲鸟今天好精进 好庄严呢 谁不会庄严 有钱买Gucci我也庄严呢 你看我们都会说一些酸葡萄的话 这个就是嫉妒的烦恼 这个烦恼很可怕 为什么呢 因为假如兄弟姐妹呢 在同一个爸爸妈妈下嫉妒的话 将来就会吵架分财产 假如你的好同事 本来就在同一个老板工作下 teamwork做得很好 最后就是因为真风吃醋 所以好的朋友 friendship也broken 你也失去好朋友 那联友也是这样 也会比的 这是讲真话 对不对 在同一个师门座下也会比的 以前我在我师父座下也有人会比啊 我的师兄也有些人会嫉妒我的 讲真话 我不要讲名字 我有些师兄对我很好 可是有些师兄也会嫉妒我 因为我们很多师兄在练习讲经 那会课的时候呢 就在 辛红大法师会课 我说你干嘛 人家来找你啊 不找我啊 我说师兄不要这样子 念佛的人注意你的嘴巴 啊 嗯